第二百零一集 后来听村里的人说 当时她娘想捅死村长 但是没有成功 被制服之后 整个人彻底就疯了 她出行力感 自己向着把刀就撞了过去 她爹跟随过去 刚好就见到了 她娘当场鲜血淋来 撞死的场景 也当场发疯 想着要跟村长拼命 但是就被人捅死了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 她也不知道 毕竟就连父母条丝 她都没见到 甚至就在她和王府一齐 想去拿回条丝的时候 还被人赶走 他们说 如果再糾纏 就连他们都不放过 村长的儿子被人捅了 这件事都还没追究 如果不是 见到这两个小孩父母伤亡 她又变成这样的样子 再追究下去 就会显得村里的人不厚度 如果不是 这件事就肯定会追究到底 那些医药费都不少钱 王丫她还记得 那天晚刻 被人三番四次赶出来之后 甚至就连同他们一起过去的王轮 都被人打了几餐 他们一个二个 鼻青眼肿 一扑一扑一扑地 摊在 因为没钱 连蜡烛都买不起的 黑咪妈的屋里面 三个人都是很绝望的样子 王丫妻言地说 都是我的错 我真是一个桑门星来的 我是那不男女的怪物 我是那变态 如果不是因为我 爹和娘都不会死的 好弟弟一头家 都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样子的 而听到王丫这么自暴自弃的说话 王虎都还没出声 王轮整个人就已经跳了起身 他紧紧地扼紧黄丫的双臂 眼神望得他紧一紧 丫头 你没有吾男吾女 你更加不是怪物 你记住 你是一个女孩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你知道吗 我一直很喜欢你 我也一直在等你长大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子 我都会陪着你保护你的 听到王丫这番说话的第一反应 王丫真的有点惊讶 但是 转过头 他就很缺绝地摇了下头 现在这样的他 又怎么可以拖累阿伦哥呢 医生都说了的了 这一世 他可以生孩子的记率 就非常之微 如果他真的因为一时的懦弱 想要一个被封的港湾 而接受了阿伦哥的话 他不单止会连累阿伦哥 被人嘲笑 更加会耽误他整世 王丫想想想想想 就很倔强地望着王丫 他坚定地拒绝了王丫的市外 王丫慢慢站起来 在那里说 如果王家村容不下我 那我就离开这里 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 不会只有一个我这样的人 只要有 就绝对不会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在这一刻 这个坚毅的姑娘 令到自小就傾慕于他 但是就恶于身无长物 架头四壁 而不敢表达心意的王论 深受震撼 面对王丫所说的事 作为哥哥的王府 自然就是无条件地支持 他随即就表示了 要和王丫一起离开王家村的意愿 而就在王丫都想和他们一起离开的时候 令人意外的事 就发生了 村长王福瑞找到了王丫 安排了份工给他 从村长口中得知 村里面帮他安排了一个民宿 叫他去做道友 王丫知道之后 就确实相当之惊讶了 甚至因为之前村长的一些表现 王丫一到怀疑 村长是为了找个理由来对付他 不过 在正常带了几次游客 但是又没有事发生之后 王丫就慢慢放下戒心了 而当时刚好又遇到 王丫和王丫在村里守原父母的七七之后 准备离开村 王丫小心翼翼地 正得村里的人同意之后 就向王丫和王府提出邀请 简单来说 就是王丫专门在镇上招揽游客 而王府就专门负责 接送游客开车 至于王丫了 他就做专职的渡游 在游客进入王家村之后 做向道的角色 对于这样的安排 王丫和王府一开始都是拒绝的 毕竟 他们父母死亡这件事 令到他们对王家村和村长 心里变得有条纸的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就很巧合地突然之间知道了 原来泄露王丫身体秘密的事 竟然是村里面的一个大婶 原来是他的女儿 和镇上的古镇仔搅拌在一起 被人拌大了肚子 所以就静悄悄去镇上的医院 想做流产手术 刚好就碰到 带着王丫来做检查的王丫和他一娘 在偷听到王丫的秘密之后 他很怕自己女儿做的那些坏事败露 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 把王丫的事爆出来 这样才造成了王丫一家 一连串的事发生 而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王丫黄伦三个人 他想到村长确实都是不知情的 村长的儿子还差点被王丫的娘 他想到村长确实都是不知情的 后来他因为很生气 做了些过分的事都算是情有可原的 两相调解之下 这件事就暂时算是难过了 而王丫想离开条村的事 也都担葛了 在大家的劝说之下 就开始在阵上招揽游客 按照大家的说法 反正招揽游客对接的 全部都是外地的人 这些人就并不清楚王丫的底势 王丫和他们相处起来 就不会这么尴尬了 这样的话 王丫既可以乐得清静 也不用走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从新开始了 毕竟他还是一个未到二十岁的妹妹 在同村长把这件事说清楚之后 村里面也明文下了规定 只要姓王的 就是王家村里面的人 既然是一家人了 谁敢再提王丫的事 就会被人扔出一条村 再加上大家多次劝说 尤其是亲生哥哥王虎 和那个明显对他有意思 不想他离开的王丫 几次三番 真情实意地劝他之后 他就半推半就这样答应了 不过 话就说答应而已 但是 自从他父母七七过了之后 他就搬到村长安排的 在一条村外面五六公里之外的民宿里面住住 平时也是 日头不是在镇里面 就是在民宿里面住 除非逢年过节的时候 帮他爸妈掃墓 平时他就再都没有回过村里面了 这样充实忙碌 而有平静的日子 维持了两三年 直到最近这一段时间 突然之间 发生了奇怪的事 第二百零二集 这件事的起因 还要从黄麟带入村的第一队游客讲起 那天真的有这么巧 王丫他提早从镇上回来 难得有了兴致 坐上王府的车一起去接游客 但是 就莫名奇妙被黄麟告知 这帮游客被村长留下来 说是要单独招待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三个人都没想到那么多 队事长一眼 就跟着台车回到民宿了 直到过了两天之后 这帮游客都没有回来 村长就派人来说 说这帮游客 已经离开了一条村 叫他们不要再来了 王伦、王府和王丫 见到民宿里面这帮游客 行李都没有拿走 甚至里面还有一些贵重物品的时候 三个人的面色都十分难看 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就算再傻 都已经明白了 这帮游客 怕且是已经在王家村里面 遇到什么危险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王丫的第一反应 就是报警 一定要报警 四个人来的 就这样不明不白消失了 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来查的 我们水洗都不清 阿伦哥 你不是有这些人的身份证信息吗? 快点带着信息去报警吧 现在他们出事了 他们的家人 肯定会很担心 王伦就说 但是 村长他跟我们说的是 但是不管村长他怎么说 现在人实在中是事实 就算是村长 都不能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听到黄丫这样说 黄伦想了一下 确实是这样一回事 然后他对着黄丫 嘆了头 另转身 按出手机 就想报警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变故出现了 就在黄伦令转身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被民宿里面 不知从哪里露出来的村里的人 直接就拨匀了 而黄丫和黄虎 更是直接被他绑起身 还带走了 在黄丫最后被人掩住对眼的时候 他就已经认出了 这帮人 就在村里面 平时一直跟着村长的小子黄华 一起拌的马仔 黄猛和黄强 而就在黄丫和黄虎被人拉入村之后 村长也都彻底撕去了他的艺装 露出了令人作呕的真面目 被绑走之后 黄丫就一直被人单独困住 奇怪的是 他吃的穿的一直都不差 平时就由村里面那些五大三粗 肩头粗腰圆的大嬸专门看管 只要他不走路 甚至还可以让他看电视 但是 如果他一旦想走路的话 他们 就会把他哥哥黄虎拉到他的面前 用皮鞭 配他哥哥 用刀子捅他 直到黄丫跪在地上 揭施底里地求饶 和一笔诚声的保证 绝对不再逃走为止 这一场非人的虐待 才会到此为止 而在外面 对这一切都不知情的黄伦 就只可以 为了得到黄丫和黄虎的下落 又担心村长会伤害他们 而不得不专寻村长的吩咐 开始对游客落心里暗示 引他们入村 他就是这样媚着良心 走入无边的深渊之中 而所有记忆到了这里 都算是暂高一段落了 看着已经更在紫色的黄华 黄丫只是绝望 又觉得解脱地眉上了对眼 黄丫心里默默在想 就这样了 如果我注定 没办法和这个不公平的命运对抗 如果我注定 就这样会死的话 那就到此为止了 黄华她看着眼前这个 似乎已经失去求生意志的黄丫 好不舍地笑了一下 她慢慢拿出手中的佛牌 但是 就听到黎智身后的 一把她怎样都猜不到的声 她整个人瞬间 就震惊得灯大了对眼 只是听到 那把轻飘飘的声 伴随着山中的风 慢慢传入黄华的耳朵里面 哦 原来 这个就是你的小把气啊 话语之中的不舍 和居高临下的感觉 就好像是对待楼矮一样的轻灭 和厌糊 就好像 她 就在坑渠里面 那些最脆 最臭的老鼠一样的态度 瞬间 让黄华怒羞成怒 怒发充满地灵转身 但是 她刚刚灵转身 入眼的那一幕 就瞬间令到黄华 整个人都呆了 一男一女 两个人身影背光站在那儿 看不到任何表情的面上 就无端令人感觉到 一种来自上位者的那种极端的威压 而这种气势 令到全身都侮浮在阳光之中的皇画 觉得云身冰冷 只是站在那里 都令到皇画觉得无处可藏 无所遁形 甚至在那一刻 皇画觉得 置身在光明之中的他 才是 那个缩在无尽阴暗之中的小丑 而就在皇画短暂走神的时候 他眼前的两个人 就已经穿过阴影 和他共同置身于阳光之下 而当这两个人 真是被阳光耍满全身的那一刻 见到这一幕的皇画 竟然由冲地觉得 这两个人 就是这么理所应当的 他们就应该 身屁照样 踩着金光而来 在那一刻 先不要说面前这两个人 给不给机会他走 就是他养的这只鬼仔 都绝对不允许他就不战而退 溃不成军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刚才做被萧莺 吓得脚都伸晒的男人 在鬼仔的刺激之下 好像终于想起了 他的宏图霸孽一样 振作了精神 他重新举起佛牌 望着眼前的女生 他自以为巧妙地 抹在额头上面的汗之后 吞了一口口水 望着面前这个女生 而这次因为黄华的动作 终于可以看清楚 黄华手中佛牌的女生 他挑了一下眉 露出了有点兴趣的神情 吐了一下嘴角笑着说 哦 这样看下去的话 就真的跟宋远言的那只差不多 只不过呢 说到这里 笑容有点不舍地撇了一下嘴角 然后 他重新将视线摆到黄华身上 毫不客气地 用泪气 刮了黄华旁边的鬼仔一巴掌 忍不住就拎了一下头 只不过呢 受你现在见到我的表现呀 真好事呀 连宋远言一个女人都不如呀 真是一界不如一界呀 走过来 第二百零三杂 眼看着笑盈来得越来越近了 好不容易重新振作起身的黄牙 又窃了气 甚至她面对笑盈的靠近 下意识向后退 直到她后退的脚步 碰到了身后的黄牙 这个时候 感觉到身后有阻滞的黄牙 终于都反映过来了 就是了 她被笑盈吓得充分头脑 她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又会忘记的 大人说过 只要用黄牙的血 在皇家村最满泪气的后山之下 帮她身养的鬼仔做血祭 她那只鬼仔 就可以从鬼仙一约成为鬼神 而且 想到这里之后 黄牙很忍悔地 用眼尾 勺了一下张豪 大人就果然没有说错 张豪和笑盈是一起行动的 等到她的鬼仔升级变成鬼神之后 她只需要在第一时间杀了张豪 拿走她身体内 鬼神吸烈的泪气 来被那只鬼仔吸了之后 到了那时 就算是笑盈 都肯定不是她的对手了 而就在黄牙做着这样打算的时候 笑盈看着她的 prey 看着她的臭脸 变成鬼神之后 真是可以對付我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成功 可能是除了我之外 這裡其他人都沒命 如果真的這樣 那我就只可以先下手為強 少瑩這樣說的時候 王華慢慢登大了對眼 到了這個時候 就算王華對於少瑩深思這麼深沉 再震驚 她都知道自己現在要做的事是什麼 然後幾乎是同一時候 在場那三個可以動的人 全部都開始動作 說開又說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無論你突然之間得到多強的能力 在面對危及生命的危險的時候 下意識會用到的 還是最原始的與生俱來的能力 所以 當王華在面對衝過來的少瑩和張浩 兩個人的時候 她竟然完全沒有想到 要去吹動她的鬼仙鬼仔 而是選擇了最原始的 與殺死她老爸王福瑞一樣的方式 她掩出刀 直奔著王鴉條頸衝過去 隨著王華手中的刀 離王鴉條頸越來越近 她心中對小型的恐懼 好像突然之間消失了 相反 取而代之的 是眼中滿滿的 直障得到無上能力的興奮和狂熱 而就在王華手中的刀 距離王鴉條頸不夠一厘米 她的神情 逐漸因為慾望的達成 而呈現出無限癡迷和瘋狂的時候 隨著 砰砰兩聲 手腕和手肘兩柱 傳來劇烈的疼痛 破壞了王華手原本的軌跡 砰砰 王華手中的刀 瞬間就脫手跌落地 而不可思議的是 這麼近距離的開槍之下 不僅王鴉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就連王華距離王鴉條頸不夠一厘米的刀 都沒有傷到王鴉分毫 就這樣跌落地 就算是大嬉大蕭瑩 看到這樣的一望 都忍不住 對神槍搜張號 投去了一個讚賞的目光 只不過 現在的張號 就沒有時間接心這個目光了 只是看到 張號是開了槍之後 她毫不猶豫地衝了上去 一腳把王華手中的刀 踢飛了很遠 她一點都沒有拖泥帶水 就這樣就掩出手銬 靠著那個被槍打到 不停地在哀嚎的王鴉 全程真是行雲流水 快準狠 甚至令到原本 又想殺了張號 這樣打算的王華 毫無招架之力 直到將她靠著之後 過了一會兒 她才終於反應過來 搞定了王華之後 張號就立刻 把綁在樓柱上面的王鴉和王虎 都放了下來 祝福她們 躲在後面 遠離王華 然後 張號就不假思索地 把王華全身上下搜了一次 笑瑩就提醒她 張號 不要碰她的佛牌 張號很小心地 避開了佛牌 然後就把王華五花大綁 綁在樓柱上 在這個期間 王華受了槍傷的手 被張號不小心撞到了 痛到王華在那裡呸呸鬼叫 張號 我知道你是警察 你竟敢敢這樣對我 我到時候被人抓了的話 我一定會投訴你的 你等著被人炒友 張號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哎呀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不過呢 很快張號又拿著口臉 他冷冷地瞇了王華一眼 嚇到王華就立刻閉嘴了 張號就說 哼 不過 如果投訴我有用的話 我八百幾年前已經做不到警察了 你好像只知道我是警察 你不知道我之前是做什麼的嗎 面對在這個時候 已經因為張號的態度而驚了的王華 張號勾了下嘴角笑著說 我以前在維和部隊裡做的 你知不知道 在那裡人命不值錢的 殺人好像捉死隻蟻那麼簡單的 我在那裡蹲了很久 很久的了 少瑩站在後面 她聽了一陣張號說的說話 看著她的樣子瘦了下眉 少瑩下意識地覺得 這個時候的張號 不是很對勞 在意識到這個想法之後 少瑩立刻就叫出聲 張號 本來還想繼續 黑黑王華的張號 聽到少瑩叫她之後 停了一下 她慢慢轉身 有點奇怪地問 怎樣啊?少瑩? 第204集 少瑩姐認真地看了一下張號 然後就慢慢轉了一下頭 她想了一下之後 對著張號說 張號 你去盯緊黃鴨和黃虎 不要讓她們亂走啊 我有些說話想單獨問問黃鴨 聽到少瑩的說話 張號慢慢露了下頭 然後她就馬上後退了兩步 在確認 黃鴨已經完全失去行動能力之後 她就向著黃鴨和黃虎的方向走過去 伴隨著張號的離開 少瑩靜靜靜地看著她的背影 腦裡突然之間 閃過了一個很可怕的想法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 這個局自始至終 由頭到尾針對的人都不是少瑩 而是張號呢 而這班人的目的 就是為了引出張號身體之中 鬼神級別的淚氣 剛才張號和黃鴨所說的說話 並不像她原來的樣子 張號這個人辦案 向來講究的是證據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剛才這樣用心理壓制的方式 笑瑩從來都沒有在她身上見過的 如果說真的這樣的話 想到這裡 向來感情淡薄的笑瑩 竟然都皺了下眉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發生在黃家村的事 還有之前宋遠賢的事 會不會一開始的目的就是張號呢 而這些人針對她的目的 亦都很有可能只是單純地覺得 有她在這裡的話 他們就動不到張號 想到了這種可能性的笑形 開始對這個想法仔細推敲起來 越是反覆退敲 得出來的結論就越令到蕭瑩心驚了 因為一旦建立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之下 竟然將所有的線索 全部都串連在一起 那個宋遠賢 是張號發小的情人 這些事一開始 就是衝著張號去的 他們要的很有可能 就是用強大的淚氣 換成張號體內的淚氣 而張號剛才的反應 雖然並沒有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 蕭瑩就感受到 一絲前所未有的波動 想到這裡 蕭瑩慢慢燈大了對眼 她慢慢看著 被綁在樓柱上面的黃華 語氣陰冷 而又狠狠地問 告訴我 你背後的這個人究竟是誰 還有 幫你養這隻鬼仔 又幫你設下天念之下 祭壇的人又是誰 這樣說下去 由這個懸崖的高度看下去 整個懸崖之下 少盈等人所在地界的整個地面之上 很明顯就是 用鞭叔代替筆墨繪製出來的 用來設置祭壇的 一個巨大的 符問圖案 而剛才不知為何 被張浩幾句說話 就壓制住了的黃華 在這個時候 都討論一條戲 面對著蕭瑩的質問 她口默默地 什麼都沒有說 而原本就因為自己的猜測 有些不安樂的蕭瑩 又的確 是看到了張浩 她非同尋常的反應 這個時候 黃華所謂的抵抗 在蕭瑩看來 真是非常看不順眼 嚴格地來說 就已經到了督眼督鼻 直接想搞鬼死她的地步 蕭瑩這個人 一直都是想到哪裏做到哪裏 她一點都不客氣地 無視了黃華養的鬼仙 向著黃華走過去 說開又說 蕭瑩好像突然之間 想起了些什麼 她就在這裏問 你剛才 為何不用這隻鬼仔 來攻擊張浩 不過 她的這個問題 還是沒有得到任何回答 好像是為了表達對於幕後之人的忠心 黃華她整臉都是很硬的表情 就差 將 我是不會背叛我的主人 這幾個字 直接寫在臉上 啊 又多厚硬 蕭瑩就是喜歡這種人 畢竟 如果這個人不夠硬正 的話 都未等到她用任何手段 這個人就把大鍋爆出來 這樣就沒人了 還會顯得蕭瑩尖酸黑薄 就是因為這樣啊 一直到現在 蕭瑩的手段 還有八九成未使過出來 又真是挺遺憾的啊 想想一下 蕭瑩就臉無表情 毫不猶豫地 從她的背囊裡 掏出了整扎的符 一張一張又一張 快速向黃華身上貼上去 黃華在這堆符 貼到她身上的那一瞬間 她就感覺到 有一種好像整個靈魂 都被東西撕扯著的 那種劇烈的 好像被火燒一樣的疼痛的感覺 在這樣 不是人敢品的疼痛的折磨之下 之前張浩對她造成的槍傷 甚至都已經無關痛癢了 面對著現在這種痛到極致 臉白得好像快跨老襯一樣 滿頭大汗的黃華 蕭瑩向她身上拼命貼著符 半天都沒有停下動作 蕭瑩看著她 笑著在這裡說 嗯 這些符可以幫你化解 你身上的鬼仔帶給你的淚氣 有你著數的 畢竟呢 雖然你自己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這樣的肉體繁胎 要侍奉這樣一隻 一點理智都沒有的鬼仙的話 不夠一陣 就會逐漸失去理智 而發癲的了 我為了你好 我在幫你 只要散了這隻鬼仙的淚氣 射掉她的道行 你還可以威多幾年 哦 對了 有一件事 這些符雖然不會傷害你的身體 還可以保護你的靈魂的 但是 你都知道的啦 生拋靈體 直接把這些淚氣 從你的靈魂之中打散 嗯 是會有 小小 小小痛的 為了你 忍一下咯 講到最後 蕭瑩甚至 還相當之俏皮 一面抱歉的 對著皇話 鼻了心 還地倒閉快 即是眨眼時 只背著眼睛 笑著 интересно ㄟ 看著 friend 那已經痛到極致 但是 又無法做任何反抗 甚至 連意識都萬分清醒的皇話 小瑩就這麼冷漠地看著他 看著一切 好像這 Process對他來說 早就已经私空见惯了一样 对啊,这些场面,他也见得多了 这些愿意留在他身边的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堕入黑暗的鬼 也都是这样日日夜夜 受着这样的煎熬的 而他们 甘愿在这个无尽漫长的岁月之中 忍受这样的苦楚 所求的也只不过 是一个重入轮回的机会 就算是萧盈 也曾经为父母的安危 受过这样的痛苦 甚至 萧盈所受的 铐生剥了一魂一泊的痛苦 比起 现在剥离泪气 更加痛苦和煎熬 不过 萧盈和萧盈的那些契灵 愿意忍受这样的痛 都是为了生的希望 而眼前的这个人 萧盈就要她试下 生不如死的绝望 萧盈就要她试下 生不如死的绝望 萧盈就要死的绝望 她试下 萧盈就要死的ily 痛不欲生的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站在旁边 时刻关注着 萧莹安全的张浩 她很奇怪 她见到 萧莹不知道对着黄华 说了她什么 竟然惹到黄华 暗生吐了大口血出来 看到这里 张浩忍不住 用眼尾勺了一下 在旁边一点事都没有的黄丫和黄虎 再看了一下黄华 这样的衰样 甚至忍不住有些同情她了 张浩就在想 这个可能是她见过的 最没有牌面的反派了 养了一只这么厉害的鬼仔 竟然从头到尾 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萧莹绑起身 在这边编尸 只不过 就在张浩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在这儿吐槽的时候 她见到黄华 突然之间 好像被什么上了身一样 出行力地 在这儿吐槽 就在这儿吐槽 直接拔出 就这样向着萧莹 冲了过去 张浩 眼看着萧莹 就要被黄华 整个人撞塌 她下意识地 那儿吐槽 向着萧莹的方向 狂奔过去 萧莹面对着 眼前 这个召唤了鬼仔 向着她冲过来的黄华 她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她就这样 冷冷地望着黄华 走到她面前 然后 毫不犹豫地伸出手 隔着虚无的空气 就这样 恶使能登地 一只手捉住了那只 附身在黄华身体里面的 奇形怪状 似是一个人 又似是两个人的鬼仔 甚至 还直接做了一个 拖曼着她的动作 那个架势 竟然就好像之前 对付宋宇言那样 要禁伸把黄华身体里面的 那只鬼仔 扯出来的那个样 而在旁边 还担心萧莹安危 而狂奔到萧莹旁边的账号 也都是 将这一幕全部见到 只不过 在她眼里面见到的场景就是 面对着黄华的靠近 萧莹突然之间伸出手 然后就好像出尽全力 握住一阵空气之后 黄华翻了个白眼 就昏鬼了 而面对着黄华的昏低 萧莹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在那儿 用一面严重的表情 用力在那儿 扯住那些不知道什么东西 甚至还因为太用力 张浩还难得地见到 萧莹连只脚趾公都在出力的那个样 如果不是因为有人在夹住它 萧莹甚至还想踩着黄华的头壳顶 出力地继续拔 张浩好像突然之间 复置心灵 仿然大悟的样子 啊 难怪 萧莹每次捉鬼的时候都要清场了 这个样子 又确实是几有损她美少女形象的 面对着这样的场景 一时之间 不知道是要帮手啊 还是要走老的张浩 她非常礼貌地问了一句 嗯 需不需要我帮手啊 嗯 我看你的样子好累哦 萧莹出行力地在拔着 听到张浩的说话之后 她翻了个白眼 然后 真心诚意地考虑了三秒之后 考虑到 这个地方的而且确有点邪的 地下用鸯叔绘制的 大型的桃符 也都是有点超出了她的业务范围了 而在在场还有普通人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张浩靠近之后 有意外发生的萧莹 最后都仍是忍痛做了的决定 她一只手还在这里继续拔着 另外一只手就伸了出去 对着张浩进了一下 你都行远点啦 不要再过来啦 而在得到萧莹回复之后 盘着 专业不对口 完全听从专业人士安排的原则 张浩给了个OK的手势 手乖乖地 连转身离开啦 萧莹再次入手 叫张浩走开之后 索性就将这只得闲的手都用了 继续出行力 在那里拔 过了一阵 还是没有成功到 萧莹对于眼前的状况 肯定是不可思议 竟然 还有她搞不出来的鬼仔 看着眼前的场景 恶从胆边生 恶修成怒的笑容 她咬着牙 就开始从书包里面 含出她那把 刚刚做原保养的 美少女战士图木剑 她一边含 一边看着眼前的鬼仔 蔭蔭嘴地在那里笑着 哼 在那里和我玩你弄我弄 相亲相爱一家人 不肯来看 豈有此理 浪费了萧莹这么大的力 就差 直接将黄画的本体 都拔出来了 到时候 她这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会发展成谋杀 想到这里 萧莹望着眼前这只 对着她 在那里圈哗鬼叫 营文营母的鬼仔 咬了下牙 既然是这样 我就直接打散你了 不过 幸好在危机关头 终于是有个明白人 对不对 明白鬼 拦住了萧莹 乐神就说 萧莹 等着先 这只鬼仔 好像真的没办法离开 王画的身体 对呀 第206集 萧莹皱了下眉 你有这样的感觉啊 嗯 可能是你便没有感觉 但是从刚才开始 我就感觉到 王画的身体里面有一股吸力 虽然这样的吸力 对于我这种 已经和你签订了契约 而且本身实力就比较强的鬼 是影响不大的 但是认真感受的话 还是可以感觉到 王画的身体 对云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所以眼前这只鬼仔 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会突然之间上了她的身 而且你还拔不出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拔不出来 就单纯是因为 我的手没力啊 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 洛晨好像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然后就在这里说 嗯 很有可能的 你有空的时候 都是锻炼一下啦 真是慢慢想不到 少盈居然会有一天 因为手不够力 而捉不到鬼 少盈突然之间 又想起一件事 如果说 王画对洛晨会有吸引力的话 那对于张浩身体里的 泪气来说 是不是 都可能有吸引力呢 想到这里 少盈毫不由而敢 停下了想斩杀鬼子的动作 他皱了眉 考虑了一阵之后 甚至连原本捉住了鬼子的那只手 少盈都放开了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少盈几乎就已经可以完全肯定了 这件事就是冲着账号来的 不过呢 在搞定这件事之前 他必须要先从王画口中 将王家村发生的所有事 全部搞清楚 这样想起来 少盈就直不甩地 看着那个已经被他因为 车车而痛到暈了的王画 毫不由意地 从他的书包摁出了一瓶热水 不停地潑在王画面上 洛晨在旁边 真是一言难尽了 蛤? 说实话 我真是想不到 你会选择这样的方式 来叫醒王画 蛤? 有什么问题? 电视剧不是都是这样演的吗? 我本来还想用打火机烧他 想想想 觉得好像很违反人道主义 那就算了 你这个人究竟是什么魔鬼 我求求你 不要经常想起来 那么喜欢的方式 好吗? 少盈毫无诚意地 呜了一声 就在他们说话的这一阵 暈了的王画 已经慢慢醒醒了 看到王画醒醒的时候 少盈忍不住 将视线重新放回他的身上 然后有点炎气地 移开了眼睛 总体来说 王画现在的形象 真是一言难尽 之前 张浩不是将他五花大绑 现在 他因为刚才 一手把柱拔了起身 现在 啊 就像个随时准备 上架烧口的蚱蛹一样 动都不动 就这样摊在地上 甚至 刚才突然之间 帮他上了大力buff的那只鬼仔 帮他上大力buff的那只鬼仔 就会令到他彻底崩溃 土崩瓦解 而这个外力 少盈早就准备好了 等到王画的眼神恢复清明之后 少盈甚至 连半点休息的机会都不给他 直接就说 你叫王画是不是 我看你好像真的很忠心 那样 既然是这样 我都不逼你说什么了 不如这样 你来听听我说 王画就好不舍地瞇了他一眼 并没有任何的回应 少盈就完全没有理他 少盈笑了一下 哼 从哪里开始先呢 就从 你的这只鬼仔开始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和你爹王複碎 每人各养了一只鬼仔 但是严格来说 你们每人养的是半只 因为你们这样的鬼仔 应该是在母胎 都还未满两个月 刚刚有了胎心 但是 又处于母体内自然减胎的状态 融合期的两个小孩 而这样的小孩 五官四肢各方面都还未成形 他们虽然有两个胎心 但实际上 只有一个灵魂 不过呢 说到这里 又真是很厉害的 你们 这样的小孩都可以被你们搞得回来 虽然不知道 你们是故意这样做的 还是机缘巧合 但是 这样的小孩如果造成鬼仔 天生就会比其他普通的鬼仔 强很多很多的 听到小型这样说的时候 黄华的瞳孔微微扩大 只不过 她仍是低着头 并没有做出更多的表情 而见到黄华这样的反应 小型一点都不介意 她继续在这里说 接下来就是 为什么这只鬼仔 会和你爸爸两个人一人一半 其实 按道理来说 这只鬼仔完全可以一个人来养 只不过 这么凶猛强悍的鬼仔 如果是一个人养 那人 就必须要阳气旺盛 身体相当之强壮和健康才行 啊 真是巧合 考虑到这个鬼仔的特殊性 因为 他还存有两个胎心 所以 只要有高人指点 就真的可以分成两半来进行侍奉 只不过这样的话 鬼仔的实力就会差了很多 但是 都是会比尋常的鬼仔强了少少 但是黄卤瑞 他很明显是不满意这一点的 甚至可以说 以他这么连迈的身体 想养这半个鬼仔 都几艰难啊 说到这里 蕭瑞有点颈渴 他正准备继续说下去 但是 在隔壁一直不声不声的黄华 竟然冷笑了一声 他回应了蕭瑞的问题 哼 何止是浪费功夫 单单是要我爹 可以顺顺利利供奉小鬼 黄家村 就不知道用了多少个小孩了 外人就算数了 但是这些 全部都是流着黄家村血脉的小孩来的 原本 为这条村留下小孩 好像这种偏僻的村 只要不上户口 一直在村里生小孩 少了几个小孩 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 果然 在黄家村有了纯正血脉的小孩之后 他老爸的身体也好了很多 只不过 这样还是不够的 黄复瑞他太贪得无厌 也太愚蠢了 都不知道他真是老懵懂还是怎样 他竟然直接搞死了两队 来村里面旅游的旅游团 死了十几个人 就算村里面做的事 再天衣无缝 这些游客的家属 绝对都不会善罢金丘 果然 口快去黄家村 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根尾那个女高公来了 我爹他肯定是害怕 阿公善那时 讲到这里 黄华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立刻就收声了